今天要对的是 五五开要 复播了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对 我得天哪 距离五五开宣布暂停直播才一周 而官方消息称五开今晚就要复播了 而且还会参加斗鱼2017年的最后一个盛典 并且采访Faker 哇这付出的速度比白白和前老公还要快呢 看来斗鱼依然没有放弃五五啊 听到这个消息 吃瓜群众代表大可已经准备好了花生瓜子黄汽水 而全民第四代表帝师也站出来了 表示会同一时间直播 再次化身孙大锤再锤五五开 并且深深被卢本伟工作室坑区带打的 王者百姓少年也加入了豪华第四套餐 听说猛料爆出来都够请五五开去喝茶呢 GD师透露这次爆料跟开挂和人品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透露说 卢本伟团队与整个电竞圈为敌 看到这里 吃瓜群众代表大可默默抓了一把枸杞扔进黄汽水里 看来今晚又将是一场年度盛宴啊 再看看远程懵逼群演菲克尔 早在五月份的一次采访中 菲克尔在听到五五开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是一脸懵逼 然而今天就要接受斗鱼TV年度十大联统主播五五开的采访 嗯 默默屁 所以你们觉得 是奶油瓜子好吃 还是椒盐瓜子好吃吗 明天晚上切明天晚上切我稍微准备一下 因为我觉得只是锤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要做一下节目效果要策划一下 你第二季是谁啊 还有五五开啊 啊 你知道最近公布那个 就是说他那个带打百姓王者那个人吗 哦 刚刚加我微信了 给我发了一堆实锤 我看完以后我都傻了 哇 又是开开啊 对啊 而且这次什么跟开挂和人品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是他们一个团队与整个电定圈为敌啊 我看了一下 因为这一波我捶出来以后 跟咱全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直接把这个各个平台的一哥全都捶完了 我看了一下 你你发给我 我就当没看见啊 我啥都没看见 行行行行 我我我发你几个你看一下吧 说真的我挺 你先发吧 你先发我看一下 人现在都没脑子吗 看看你怎么评价好吧 我觉得这个够派出所行居的了 说了那么久的直播终于要来了 大可将在12月 进行直播 到时候呢 大可准备了 10万元的奖品要送给大家 而且是人人有份 到时候呢 大可会送给大家 除了现金红包啊 好吃的 好玩 真的 千万别送我这个直播 不然 你们就可以等明年了 我说你会有点 给大家带你 可以带你